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我们的心理健康指导的案例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案例9,何女士,49岁,大学中科毕业机关公务人员 这个时候我们说49岁的女士是什么?更年期,更年期女性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了解女性在更年期属于第二个困难期 也就是说当她进入到更年期的时候,她的持续持续技术的减少 会带来她身体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其中就包括她情绪上的波动 还有就是因为身体的这种变化,更年期女性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 就是安全感被破坏掉了,她没有办法获得以前有的那样的一些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结果就是很多事情容易引发她的过渡情绪体验 比如说焦虑体验 好了,那我们看我们的这位更年期的女士呢,她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问题 她自处说她上高中的儿子与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开始谈恋爱了 谈恋爱的结果呢,就是学习成绩下降 老师呢,也请了家长 那她回家以后呢,狠狠地批评了孩子 但是孩子根本不听 那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她就已经很焦虑了 丈夫还偏向孩子 说孩子交女朋友也是正常的嘛 你看刚刚我们前面有案例就提到 好,青春期的时候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随择我们的性激素的这种分泌的增加 而带来对异性的这样的一种朦胧的好感 所以呢,父子两个呢,就是居然开始达成仪器 说其实这是正常的 那这个何女士一介父子俩都不听自己的话,她气坏了 所以这半个月来呢,她的情绪是非常的不好的 郁闷,头痛,这些呢,就是都有 而且她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工作和生活呢,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 她的案例的背景,她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才生了她自己的孩子 所以她四十九岁,孩子才像初中 那因为是属于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才有孩子 所以对孩子照顾的就无微不至,比较精细 孩子小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都是非常听话的 学习呢,也很不错 而且就是一直都是由她自己来照顾 但是上了高中呢,就变得没那么愿意和父母交流了 这个时候我们学了心理健康指导的小伙伴都知道 哎,孩子进入青春期了,孩子进入到逆反期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青春期逆反,最先逆反的是谁啊 自己的父母,一个孩子只有在青春期的时候 学会从原来和妈妈亲密无间的关系里面脱离出来 可以对妈妈说不的时候,她才能对现实说不 她进入到社会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们经常说人有两个出生 第一个出生的是我们肉体的出生 生命的出生,这个是要减我们的生理期待 第二次的出生呢,就是我们的心理的出生 是我们个体的出生 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学会跟我们的父母说不的时候 再减我们的心理的期待 所以逆反期我们也有两个 第一个是生理逆反 我要决定我吃什么饭 我要决定我如何穿我的小鞋子 那第二个逆反期呢,就是心理的逆反,心理的段路 这个时候我要决定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而我们的这个和女士的孩子呢 刚好是在什么,青春期 那和女士呢,在更年期 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 就是这个火星跟地球的相撞 这个是一个很剧烈的一个相撞的时期 那这个时候呢,高中孩子开始不愿意跟自己的父母交流 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反应 那和女士呢,可能没有很好的理解到这一点 所以老师找过家长之后呢 她就感觉她的情绪已经非常的郁闷了 生气,头痛,不知道要如何处理了 那下面呢,是咨询师和我们的和女士的一段对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对话 咨询师首先说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使你处于这样的情绪状态呢 还是同样的开放式的提问 间接的询问 是什么原因呢,具体话 这个时候和女士说了 说,当然是我的儿子了 那还用说别的吗 他一点都不听我的话 现在学习成绩也下降了 将来怎么考上大学呢 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情 你看,我们现在来说 一个孩子学习成绩偶有下降 他就认为这个孩子考不上大学了 那考不上大学又怎样呢 他就认为他将来 这个没有什么好的未来了 这太糟糕了 世界上没有比这再糟糕的了 不合理的信念出来了 对吧,糟糕这几 就只是没有好好学习嘛 不至于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对不对 所以他的焦虑也出来了 这个女士比较焦虑 那咨询师说了 说你的意思是 孩子必须要听你的话 对吗 这个是一个核对信息 对不对 你说孩子一定要听你的话 核对信息 好了 那我们的和女士说了 说对啊 孩子怎么能不听家长的话呢 听起来这句话也是对的 孩子怎么能不听家长话呢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那咨询师又问了 这个时候 我们苏格拉底的残破素来了 残破素来了 那咨询师又问了 说那按照你的说法 你是妈妈 孩子就必须听你的话 我们再一次的确认 好 和你去说对啊 那当然啊 我不让他谈恋爱 我也去为他好 我还不都是为你好吗 大家听到这句话熟不熟悉 就是家长的一个大魔咒 就是我难道不是为你好吗 我为你好难道你都不理解吗 就大魔咒 那他这个年龄就不应该谈恋爱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讲说 这个年龄不是谈恋爱的最佳年龄 那谈恋爱呢 就会影响到学习 所以一样他学习是为他将来考大学 巴拉巴拉巴拉说了好多 那总之呢 我是他妈妈 他就应该听我的话 好 大家听这个话特别熟悉了 好 作为家长来说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心理咨询师说了 那按你说的 他这个你信奉的是好孩子是必须要听话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和女士说 对就是这样的 那咨询师又说了 因此你做孩子的时候 你肯定是听你妈妈的话 咨询师在干嘛 面智对不对 好你前面说的和你的实际的行为是不是一致的呢 这个就是我们咨询师技术里面经常用到的面智 然后和女士这个说了 好说对 但是又犹豫了 他最开始说 对 我是 但后来犹豫了 他说 好像也不全是 我妈妈这个对我 这个要求我大部分我都听了 那我妈妈是错的 有的时候我也没听 你看 这个时候他自己推发了他前面的苏格拉底的惨婆术 用你的错误的一个理论来自于你错误的一个假设 好那他假设就是孩子应该听妈妈的话 那我们说你也没有都听你妈妈的话呀 这些事说对不对 好那对或者错的标准是在于你的手里呢 还是你妈妈的手里 谁认为对才是真的对呢 你看 一个孩子在一个必须要好好学习考大学 这就是一个道理 那这个道理是谁的道理呢 是你的道理还是你儿子的道理 谁的道理是对的呢 好我们的和女士开始感到不好意思的了 然后他说 其实是在我手里 如果你和你妈妈的互动 对和错标准在你的手里 那你孩子和你的互动 对和错的标准在谁的手里呢 我们之前的课程有反复的提到边界的问题 世界上就三件事 自己的事 别人的事 老天爷的事 你看 所以要不要好好学习 要不要将来考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这是谁的事情啊 是别人的事情 是他儿子的事情 所以作为妈妈来说 我们是要给孩子一个方向 眼界的 给他一个正向的目标的 但这个给是引导 而不是硬塞 对不对 好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不好意思了 他也觉得了 那这个时候 咨询师又问他说 你做孩子的时候 可以不听你妈妈的话 那现在呢 你要求你的孩子 必须听你的话 这个似乎有一点矛盾 你能解释一下吗 面智 我们再一次来面智他 让他自己来看到自己的矛盾 所以面智呢 是有几个条件 第一是良好的咨询关系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来访者 有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 他的语言和行为不一致 他的前后不一致 他的思想和他的观点 心就行为不一致 那这些呢 我们都要通过面智来 让他看见 好像我是有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咨询师的面智 引起了我们的 何女士的一个思考 他沉默了 他思考 这种沉默一定是思考的 那我之前呢 也有跟小伙伴们聊过说 假如你的来访者 进入到思考的状态 他是在沉默 那你要等着他 一定要让他充分的体验 我曾经在咨询过程中 做的咨询里面 思考时间最长的 大概有半个小时的 左右的时间 我的那个小伙伴 一句话都没说 那这个时候 他一句话没有说 你干嘛呢 你也一句话不要说 静静地看着他 不允许离开这个教室 不允许玩手机 不允许东张西望 只是静静地 安静地陪伴 让你的小伙伴 感受到你是在场的 但不要去打扰他 不要一沉默了 就觉得冷场了 其实我们在做 心理健康指导的时候 没有所谓的冷场 只是他在体验 感受 消化这个话 他要理解它 那我们的和女士 沉默了 然后他还说 嗯 我好像有些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听我妈妈的话 我的孩子 其实也可以 不那么听我的话 也就是说 我不需要 也不能要求 我一讲话 我的孩子就必须要听 你看这个思考 多么的有意义 好 那心理咨询师说了 说是的 你可以想想 这和你的情绪 有什么关系呢 哎 和你情绪疗法 ABC的理论 A字 孩子不听我的话 C字 我愤怒 我烦恼 我头疼 那它是源自于什么 源自于 我认为 我的孩子 必须要听我的话 绝对话的要求 不合理的信念 对吗 嗯 那求助者 这个时候就爽了 哦 说哦 我明白了 我生气的原因就是 我要求孩子 必须听我的话 我要是不这样要求 我其实就不会生气了 我不要求你 必须听我的话 我给的是建议 我可以引导 我可以用行动 来让你看到 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要不要 好好的学习 是你的事 这个地方呢 我也想跟各位 这个心理健康指导的 小伙伴们说一句 其实 高中时期谈恋爱 不支持 不赞成 嗯 也不用太过的灾难化 那很多的孩子 在这个时期的时候 他们只是由于 他们的荷尔蒙 由于本能的 这样的一种互换 他们产生了 对异性同学的一个 本能的 朦胧的好感 如果我们不去 过度干涉 就不会出现 龙牛朱丽叶效应 你越干涉 他越去 这个亲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他一个方向 就是在什么样的年纪 做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孩子 能够懂得这一点 那两个彼此欣赏 彼此悦纳的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 在他们的这个相处的过程中 他们会成为彼此的力量 和引路人 那你想要生活的更好 我想 你想要更学习 我也想 那好了 我们开始互相的去督处 互相的去努力 我见过很多 在初高中时期 互生好感的 这样的孩子们 他们后来呢 彼此扶持 一路进入到大学 大家可能都听过 一个歌手 李健的故事 那李健和他的女朋友 才相识的时候 可能女朋友才几岁 还有个位数的时候 就喜欢上了这个大哥哥 因为他对这个大哥哥的 一致的喜欢 从小到大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那我要跟随你 那这个大哥哥呢 对于这个小女孩的喜欢就是 我要成为一个好的哥哥 来引领你 然后两个人一路 一起靠近清华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 不是早恋 就一定影响学习 影响学习 只是源自于 没有恰当的去处理 还有一些孩子 因为青春期 出现早恋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其实没有发生太多的事情 只是两个人 有更多的相处 这个时候 父母就觉得 好像天大的事情 那孩子把所有的心能 都用来和父母对抗了 都用来和老师对抗了 所以造成了 没有必要的消耗 我见了太多这样的青春期的例子了 所以各位 我们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放平心态 理解到孩子 然后教会孩子 彼此尊重 彼此保护 给他们最好的一个早期的恋爱的引领 一定不要在这个时期 过度的去干预 过度的去抨击孩子 这个批评 指责 抱怨 很容易伤害到孩子的主体人格 很容易伤害到孩子的自我的判断 包括对于他未来的婚恋 都会形成无比无比巨大的影响 甚至是无比无比巨大的 不肯逆的影响 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题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求助者的主要的心理问题 都包括哪些 情绪低落 内心很矛盾 而且观念比较偏执 孩子必须要听父母的话 那该求助者不合理的信念的 主要特征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绝对话要求 一个是糟糕自己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可能你的人生就完了 世界上没有笔子再糟糕的事情了 糟糕自己 绝对话的要求 那求助者的沉默 最可能是什么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他在思考 他在想 我在这些事情上 我难道真的错了吧 思考性 那求助者产生负面情绪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 是他的不合理的信念 是他的认知 所以如果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 我们在做心理健康的指导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时刻的记得 形成问题的原因 大多数跟他的内在的冲突有关 心理冲突 那还有就是他的认知 他有什么样的信念 他的信念是否合理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跟大家聊一下 什么样的信念是合理的 什么样的信念是不合理的 我们讲合理与不合理 其实标准很简单 能够让自己不陷入到麻烦中 不陷入到自己的麻烦 也不陷入到别人的麻烦 能够让自己不至于因这样的一个麻烦 这样的一个认知而产生不愉快 能够让自己从生活中获得效能感 获得快乐 这就是合理的 如果让你陷入到麻烦中 那就是不合理 如果让你陷入到别人的麻烦中 那就更加的不合理 让你无法产生快乐的 积极的情绪体验的 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说合理与不合理有多么的简单 就是让你快乐的 让你愉悦的 让你不至于陷入到麻烦中的 很多的信念就是合理的 那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说 那家里有孩子 难道我不应该让孩子好好学习吗 这个我们听起来是对的 可是我们需要引领 我们要邀约 我们要邀请 我们没办法去要求 很多的父母自己连本书都不看 一眼书不看 但是他要求他的孩子热爱学习 其实这就是一个不够合理的信念 是一个不够合理的想法 好了 合理与不合理 就是靠这个来区分的 那我们再看 根据爱丽丝的ABC理论 求助者的A都包括什么呢 和女士的AD 儿子谈恋爱了 对吧 高中的孩子谈恋爱了 那求助者的A是 儿子不听他的话了 求助者的A是 他儿子的成绩下降了 你看 所有这几点都是他在管了儿子的事 他恋爱是谁的事 这个学习成绩下降了 将来没有好的前途是谁的事 如果妈妈能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这都是你的事 孩子可能就会知道 我要由我自己的事情负责任了 好 再来呢 就是根据爱丽丝的ABC的理论 那她的C是什么呢 也就是她的情绪 她的行为是什么呢 就是谴责儿子 她的行为是谴责儿子 生气 抱怨 然后情绪低落 好 求助者沉默之前 心理资讯师所做的是什么呀 是辩论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用了惨薄术啊 我们跟来访者提出了辩论 提出了面致 难道你小的时候 可以不听你妈妈的话 你的孩子就必须要听你的话吗 是什么呀 你有了这样一个决定呢 这个时候她开始思考了 惨薄术 用你的错误的一个理论 推导出了一个你的错误的观念 好 我们再下看 在本案例中 心理咨询师的咨询谈话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对求助者的心理进行教育 改变她的信念 所以合理情绪疗法是短程的教育性的 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她是通过这样一个短程的教育 来去帮助她看到 那第九 在这段咨询中 最有可能发生在哪个阶段 只要辩论就领悟 我们只要看到惨薄术 我们就知道 哦 在领悟阶段 好了 第十个 在这一段咨询中 心理咨询师 我们的小伙伴运用了什么样的技术 这个我们还说了 舒格拉底的惨薄术 舒格拉底的辩论术 所以现在小伙伴们一听到惨薄术 立刻就知道了 为什么是惨薄 是给她接生了一个新的意念 给她接生了一个新的思想 给她接生了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世界上三件事 自己的事要全力以赴 别人的事尊重 老天爷的事全服 好 那再接下来呢 就是求助者沉默后的话 表明了求助者领悟了 对不对 哦 我觉得好像是 不错了 然后修正观念就是 哦 我的孩子可能也不是 一定要百分百听我的话 求助者完成了一个自我的探索 这个时候 她的人格得以完善 就是我们的人格发展 是日趋完善的 那这个日趋完善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领悟 然后不断的总结 哦 原来是这样 哦 原来我要这样看待这个世界 所以 其实 一个好的心理健康的指导 可以让我们的来访者 获益终身 一个好的心理健康的指导 可以让我们的来访者 在未来的生活里面 获益无穷 因为她获得的 不是一个小时的辅导 不是一个这个问题的指导 而是什么 一个观念 我有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看一个事情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在我们的心理咨询的过程中 阻碍咨询师的因素 出现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来访者 巴拉巴拉有一段 是不是 多话 多话就是一些什么 情绪的宣泄 所以如果我的来访者 他进入咨询 他有很多话要说 那可能就是他有过度的表达 他被压抑了 那我们就允许他说就好了 虽然 宣泄 但是不要无限制的宣泄 你看我们的咨询师 只是给了他一次机会 他宣泄以后 接下来就没有再 让他去宣泄了 对于咨询中 求助者出现的阻碍的现象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就是要耐心的听 然后要充分的共情 他哦 是这样吗 我能够理解你 然后咨询师呢 在这个咨询中的主要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求助者 寻找不合理的信念 改变不合理的信念 好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案例的思考题 心理咨询中沉默共分几组内心 咨询师对沉默的处理是什么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属于文字性的 理论性的题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对照文字 对照这个理论 去学习一下 到底沉默有几种类型 好 我们看我们的案例十 白女士 24岁 未婚 大学毕业 青年 女性 那她自述说 我刚打达毕业证的时候 我应该是很高兴的 我非常开心 可是 我一想到我要早工作 我就心慌 我就头疼 我就睡不好觉 一个多月了 我老是心慌的进不下来 这个其实 大家是不是有听过 每年到毕业季 就会有极端行为出现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硕士研究生 马上就要毕业了 就一心一意考博 连考两年 没有考上 然后后来呢 就一到这个 发成绩 就很焦虑 就很紧张 一到毕业季 就很痛苦 那她的问题是源自于什么 不敢早工作 她回避社会交付 我们经常说社会交付期 什么是社会交付期啊 就是当你出生以后 父母来照顾你 学校来照顾你 社会来照顾你 那当我们把该教你的都教你了 你完成了你的学业 你就要进行社会偿付 社会交付 就是你要为社会去服务 回馈你的 所学到的东西了 但是有很多人 他们只能够从社会去索取 他们难以社会回复 为什么呢 就是源自于 第一能力的问题 第二心力的问题 那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白女士 她是什么样的问题 她介绍说 她是家里的独生女 父母呢 都是教师 从小对孩子要求很严 坐 站 行 走 都是要有规矩的 都是要有要求的 那这个孩子呢 也是从小就听话 学习也认真 同学的关系也好 但是呢 胆子就很小 你看 当父母对她要求很严的时候 她最怕的是什么呀 做错 所以这些规矩让她很怕做错 那她就不敢在众人面前讲话 一说话就脸红 一说话就心慌 因为说话就有可能错 错了有可能被批评 上了大学以后呢 胆子比小的时候呢 是大了一点 还参加了一些学生的 学生会的活动 但是还是会在一个老师啊 跟一些领导讲话的时候 感觉到心跳加快 感觉到裂红 因为她父母都是老师 对不对 父母代表什么 领导 权威 父法就是社会法 所以她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当她去面试的时候 她参加面试的时候 那她来到公司 然后面对公司的领导的时候 她的心理就产生了极大的紧张 心慌 说话也说不顺畅了 挂不上党了 表态也不准确了 结果呢 就没有被浓润 那她就会觉得说 哇塞 我是不行的 现在毕业了呢 那她这个 要去小工作了 她就要面临着跟领导的这样的 叫沟通交流 所以一想到要找工作 要面试 她就心慌 那父母呢 也是安排她要去考研究生 那想要让她去考研 所以这个时候呢 父母也更加剧了 她不敢去面试 那她自己的感觉就是 哦 我怎么这么胆小 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呢 进而出现了心慌 头痛 入睡困难 等等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案例提出的几个问题 首先呢 就是她的核心的心理问题是什么 紧张和害怕 那导致她心理问题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面试失败了 她胆小 她怕事 她性格问题 还有父母接触方式 规于严格 暂力行走 都有规矩 规矩过多 怕错 那她的一个症状 不包括什么 她其实不包括她的害怕 不包括她的焦虑 其实不包括 就是她没有的 那她现在是什么 就是我在我的生活里感受到的 就是我的这种痛苦 我觉得我做不好 自我的否定 求助者产生心理问题的 现实的刺激是什么呢 就是面试带来的紧张和害怕 面试带来的痛苦 那对于求助者的心理诊断 最可能的 最可能就是一般心理问题呗 因为时间还短 没有犯话 跟性格有关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没有道德问题 没有幻觉 没有妄想 对吧 没有犯话 就是一般心理问题 那她的求医行为表明什么 表明她自自立是完整的 表明她主动就医 表明她其实是心理健康的问题 那求助者的内心的紧张的原因 包括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 我到底是要继续学习考研呢 还是要参加工作呢 我要不要听父母的安排呢 我去面试 我是不是能够通过呢 这是她的核心问题 好 那她的心理问题 主要的一个症状表现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 还没有出现泛化 还有就是影响了 她一定的社会功能 这是我们需要关注到的 求助者的心理的健康水平 属于什么 属于心理正常 心理不健康 一般心理问题正常 可是不健康 那对求助者的心理咨询的内容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要去商定她的咨询的方案 我们要去商讨咨询所要使用的技术和方法 然后我们要讨论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评估我们的咨询和我们的咨询的效果 自定咨询目标呢 要包括什么呀 还是刚才的七条 对不对 具体的 可行的 可评估的 积极的 多层次统一的 心理学性质的 双方可接受的 还有就是和求助者讨论咨询的方案的时候要包括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目标 时间 责 权 利 义 我们到底要咨询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在什么时间咨询 那双方有什么样的责权利 咨询是要做到保密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的责权利 那咨询是在咨询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去为来访者的所有的材料进行保密 那来访者呢 你一定要去更加的开放 彼此的配合 那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呢 咨询主要需要解决的 其实是他的生理的症状 心慌 做梦 头痛 我们不用管他考不考验 对不对 好 那对于求助者的心理紧张 最适宜的咨询的方法是放松训练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样的训练是放松训练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放松训练的基本的原理 那放松训练的基本的原理 就是我们的胸 松弛的练习 那它是一种通过训练 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心理 生理的活动 然后降低我们的 呃 咨询师来介绍这个原理 我是通过让你有意识的训练你的身心 来去影响你的这样的欢醒的水平 来降低你的情绪 改善你的状态 那第二个呢 就是咨询师要示范 比如说 我很喜欢的一些放松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呼吸放松 你首先要把身体做正好 做直 然后呢 真的是来去吸这个气 吸气的时候呢 把气吸进来 然后是通过你的呼吸的系统 吸到你的腹腔 然后肚子吸的鼓鼓的 一定要沉下去 我们经常说气沉丹铁 然后可以把这个气 再由肚子给它挤出来 挤得扁扁的 然后顺着你的呼吸系统 给它呼出去 那这样呢 就可以让你的整个的这个 呼吸达到深沉稳 那这个是一个很放松的 你可以连续做几次感受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示范和指导 当然你还可以用你的身体的放松 就是把我们的肩膀后这样 然后绷紧 把你的这个整个的身体绷紧 这个小范围的就是这样的 大肺范围的就是撑懒腰 各位你发现吗 你在撑懒腰的过程 其实把你所有的身体的肌肉 都打到一个比较紧的状态的时候 再放松 你就会感觉到一个放松 这个也是一个放松的练习 然后我们来引导我们的小伙伴 来去做这样的练习 急吃之后 然后指导他掌握了这样的放松的方法 然后一旦感受到有紧张 感受到有压力的时候 就来深呼吸 就来做这样的一个放松 以这样的放松来代替他的紧张和焦虑 恢复自己的心态的健康和平稳的情况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放松练习 针对于考试焦虑 针对于生活中的其他的压力和焦虑 都是比较好用的一个方法 大家也可以回去试一下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儿了